到台北内湖金庄路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汽车和游览车碰撞的事故 警方互报道场处理并且进行走测 发现汽车驾驶是知名艺人王波杰 酒测值高达了零点四四毫克 依公共危险现行犯逮捕 警方接获车或通报道场随即就进行走测 游览车驾驶没有酒驾 但是汽车驾驶现年三十五岁的知名艺人王波杰 酒测值高达了零点四四毫克 全案也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偵败 而酒驾事件曝光之后 王波杰坦诚前一天因为观看球赛 结束之后开心喝酒因此误事 随后也紧急取消了出席今天的相关活动 失灵地检署复讯之后 今天凌晨预知他五万元交报候权